要天狂!要天狂! 就敬佛國! 借金!借金!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You know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西安發生了大規模的抗議事件 數萬名的家長連續抗議多天 現場有的家長唱中共的國歌 有的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藉此來諷刺中共 現場也出動了信號屏蔽車 但這其實也是中國人民的悲歌 你要去抗議中共 還必須是愛黨愛國的前提下去抗議 沒有辦法只有這樣 你才比較有立場去跟中共談 否則他隨便就可以扣上一個顛覆國家政權 而這次的事件稱之為西安中考外地回流聲事件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台灣人解釋一下 這些事情的來龍區 還有什麼叫做回流聲 在這之前我們先看一下中國人民抗議的片段 4點20喔現場的 全民全民全民 奧國全新全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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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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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唱中共的國歌 戒死來諷刺中共 還有這個 好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有沒有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哈哈 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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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戒死 家長們要求這個信訪局啊公安機關放人 因為這是抗議事件啊也有些人被各個擊破被帶走 相信我這件事情 中共之後會秋後 很多都是這樣啊 什麼成都四九中啊還有這個 前幾天不是鄭州地鐵這個淹水事件二週年紀念日嗎 都被禁止啦 那些人也都被秋後啦 兩年前那些人都被秋後啦 我們先來說一下 什麼是回流聲 那為什麼這個事情造成西安人民的抗議 這次主要是河南的回流聲擠壓了西安本地學生的權益 那這些河南的回流聲啊 他們可以透過一些方法把戶籍設在西安 西安在陝西 陝西旁邊挨著就是河南 但平時這些河南學生啊 讀書啊生活啊都是在河南本地 那回流聲他只需要一個集體的戶口 也不需要落戶也不需要交社保 甚至不需要買所謂的學區房 不需要在西安上學 陝西上學你就可以報考 那湖南人口多少 大概1億左右 而全河南只有一所比較好的大學 這還不是中國所謂的985第一等大學 但隔壁的陝西啊西安啊 他就有10所以上的985跟211大學 OK你用了這個管道去強佔西安本地的人 那你考上了中考 中考是什麼 就是國中考高中 這個叫做中考 那下個階段你考上了 讀了高中下個階段就是高考 就是我們的學測我們的統測我們的指考 所以他們的高考就是考大學 那這次被爆出有4萬名河南的回流聲 跟西安本地的學生搶資源 現在說你們可能沒有概念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數據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些家長會出來抗議 當然中共指出啊 這次河南回流聲只有3608名 佔了總考生的人數3.5% 這個是很合理可以接受的範圍 還抓了13名造假身份的回流聲來記起 但很多家長都表示 誰是你的鬼話 原因是什麼呢 這同一批的學生啊 他們從國小升高中的時候只有7萬人 國中考高中的中考卻變成了11多萬人 那多出的4萬多名學生哪來的 石頭蹦出來的啊 天降雄兵 怎麼出來的不知道嗎 那唯獨只剩回流聲啊 這4萬多名中共說只有3600多名 OK那扣掉還有36000多名的人口 這是怎麼來的 你怎麼解釋 中共沒有給出解釋 當初設立這個回流聲啊 是因為河南本身資源的問題 導致河南人出走他鄉打工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在隔壁的陝西啊 就設立了一個回流聲的這個制度 讓打工的家長們 河南的家長們 他們的孩子可以方便考試 考中考考高考 現在卻變成了中共貪污謀利的工具 其實這些都是小事啊 買學區房啊 收紅包讓孩子插隊啊 教育的這些事情啊 在中國都是稀鬆平常的事 在這樣壓迫的環境之下 你又走了更特權的特權 那當然啊這些家長會抗議 那對於台灣人來說 是不是很難理解 不是都同一個國家嗎 怎麼感覺你個省在搞獨立 而且你又不像美國那樣 其實各州是獨立的 這個州長是不用聽美國總統的話 對吧 但在中國你省長省委書記 可以不聽聖上的話嗎 不行 所以中國的國情跟美國的國情 看到他們組成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中國是強迫大一同 但是在強迫大一同的前提之下 怎麼感覺你在各省獨立對不對 對外省的像是對移民的一樣 你強調中央集權大一同 你還分這些幹嘛 當然除此之外 中國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這些政策 都是這樣子 雖然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但是一些制度上堪比移民啊 這樣台灣是怎麼回歸勒 你看像是一些人說 中考考移民考之類的 移民這個詞只會出現在國與國之間 那為什麼你們會用這個詞 因為你們也覺得這個制度很奇怪 你們不知道要用什麼詞去代替 只要找一個好像比較相近的詞移民來代替 所以你看看中共在搞什麼 你用英文去跟歐美人說 喔我要考移民考啊 考隔壁的省 我這個要去別的地方買房啊怎麼樣的啊 我要去這個簽戶口這個好難喔 感覺跟移民一樣 估計他們聽的都一頭霧水 來你們看這張圖 北京人口2184.3萬 中考的人數啊只有7.8萬人 上海的人口2475.9萬 中考人數11萬 廣州深圳的人口1700到1800萬之間 中考人數12萬 成都的人口2100多萬 中考的人數15萬 對不對 OK我們來看一下西安的比例 西安人口1299.6萬 中考人數10.3萬 這個西安啊差距非常的大 而且大家看這張圖片啊 當地很多這種業務在辦 讓這個河南的回流生來西安考試 河南學生的錄取分數還能比西安本地人 低個50到100分錄取 那你低分錄取之後又會搶掉原本的名額 讓西安學校錄取本地學生的分數變高 這個是中國社會非常看重的事情啊 因為中國非常的卷 如果你拿台灣比真的是小小小小小小小物見大物 很多中國的家長們一輩子為了孩子買學區房 希望孩子能讀書 反轉人生 扭轉局勢 走向人生巔峰 迎娶白富美或高輔算 當然出現了這個狀況 很多家長會氣炸 這很好理解 那中國政府的一些政策 就是只讓一半的孩子能上普通高中 錄取率大概只有55% 其他的就是高職啊 技術學校啊 高職技術學校都沒得上的人 欸你就去打螺絲吧 你就去打工吧 你就出去出社會工作吧 所以中國青年失業率 為什麼是從16歲開始統計到24歲 這個階段就是把那些沒有上高中的人 高職的人 技術學校的人統計進去 那減少這些人入學之後 相對來說 對於中共來說 他認為可以減緩高考的人數 雖然中國今年高考的人數是破紀錄1200多萬 比去年多96萬 但如果沒有中共這種手段 估計更早就能破紀錄了 當然這是一連串的這個 系統問題跟中國的一些 教育的觀念的問題 這裡不贅述 所以中國的階級流動更難了 你是韭菜你真的就是韭菜 翻身的機會遠比其他國家 還難得非常多 那中考滿分是700分 我看有些寫720分 還有的寫800 歡迎中國朋友可以告訴我們 今年滿分是多少 這個800、700、700是有過去跟現在智芬嗎 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請你留言告訴我 總之應該是700分以上 那這些家長 這次就抱怨說 基本上中考600分以下 在西安是沒有學校讀的 所以這些家長 他又更憤怒這些搶名 跟拉高分數的狀況 問題的源頭在哪? 河南的就業環境 跟好學校的資源不夠多 當然也有觀念上的問題 你即便是禁止了河南的回流生 OK 那你解決了西安人的問題 沒錯 但河南人的問題沒有解決啊 不都是中國人嗎? 對不對 你這樣也還是一刀切 你這樣也是治標不治本 那河南還是捲開 還是外流更嚴重 最終還是會壓破到其他省份 在中國這樣的社會模式之下 這些河南的學生也要生存對不對? 所以勢必會做出一些擠壓到 其他省份人的選擇 那按照羅志祥的話 大家都對中國人分那麼細幹嘛 按照中共的話就是 集中力量辦大事 兩岸一家親 咱們都是同胞兩省一家親 兩個挨著的都這麼不親的 矛盾鬧的都比台灣嚴重了 台灣怎麼跟你所謂的回歸 所謂的脳因 問題就是你中共沒有給夠河南環境 你打造出好的環境 他們誰會背井離鄉的去跟陝西人搶 搶這些名額 搶這些所謂的工作機會 你中國有好的環境 為什麼這麼多人要冒著極大的風險 跟身心壓力走線偷渡去美國 一切從零開始 治標只能解決燃眉之極 治本才是解決問題的本質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下次見啦 掰 小人 多人